字幕蓋不開 下列的犯罪行為 有下列的犯罪行為包括這個 所謂的放火或是強制性交 強制猥褻 加重猥褻 或是妨害自由或是強制 恐嚇危害安全或是戒道 重點是在重復犯罪 重復犯罪嘛 但是都必須在101條之下的範圍才有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請教你 所謂羈押的意思是什麼 限制他的自由 預防性羈押跟一般性的羈押有什麼不一樣 預防性的羈押大概我的理解 他是強調說羈押的目的是因為防止他的運氣 怕你有那個犯罪行為所以先抓起來嘛 對不對 那一般性羈押就是你有犯罪行為才抓起來嘛 對不對 那我這裡要請教你的就是事實上他還沒有犯罪行為嘛 沒有沒有 他還沒有吧 一定有啦 他還沒有犯罪行為 有有有 你們只是擔心他有啊 已經有了 我們移送的時候 移送的時候 我們 順便把他過去的這個 那這個為什麼不用一般性羈押 為什麼要用預防性羈押呢 強調 我們是要強調讓檢察官 讓法官 強調讓他知道說這個人的過去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所以要特別 部長 我一聽過就知道你外行 你根本胡扯 但是我 根本胡扯啦 來 大法官四字第653號 羈押講得非常清楚 羈押是一個保全程序的最後手段 不可以率然為之 大法官四字665號也講 唐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的唯一條件 作為刑法之預先執行 這個涉及違背憲法 無罪推定的原則 大法官解釋都這麼清楚了 所以預防性羈押 那跟一般性羈押其實最大差別在哪裡 最大差別他有沒有適實的犯罪行為 保護部沒有人敢隨便講 隨便講的都是你們 包括你 包括江儀化 包括你們的市長 那我翻了一下你們的資料 你們沒有一個是特權的 沒有一個是有法律的 那拼命在解釋預防性羈押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在網路上發動說 大家現在來中校東路慢慢散步 這個 那符不符合預防性羈押的條件 不是 那如果今天有人說 那如果重複一直在這樣做 就是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 那我繼續問你 如果他重複一直這樣做就是了 但是如果他說第一次或第二次就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 你的見解是這樣 你的見解好像不太對 應該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標準 不會 不因為我的身分不一樣 不因為我的前後不一樣 所以應該有一致的標準 應該符合行事訴訟法 101條裡面的相關規定 這些法條 才是所謂預防性羈押 不是說他 他做了一次 他做了好幾次 他就可能涉及預防性羈押 全國老百姓碰到自己 就可以強殺他 台灣的總統 有什麼了不起 人人都回不數字 從地下道普 從地下道普 如果以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2004發生的年限到現在 超過追訴年限沒有 這我不是這方面的 好我這裡 正式選舉這些人 請你內政部移送法辦 請你內政部移送法辦 這些都符合你剛才所講的 預防性羈押的要件 不是我剛才 移送嘛你就把它移送嘛 你通通把它移送 部長 我現在要告訴你非常清楚 要告訴你非常清楚 不管他是新型態或舊型態 法律只有一種標準 而且不管他的身份是什麼 不管他是總統 他是國民黨的前主席 不管他是立委 他通通只有一種標準 一種標準就是符合國家需求的標準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就是這個意思 不因為他的身份不同 而有差別性待遇 不因為他做一次或做兩次 而有差別性待遇 其實真正的重要的 真正要解決了 我們要有一套合理的標準